画面中可以看到身穿橘色衣服男子 骑着滑板车在路上 结果突然一辆黑色休旅车出现 网友直接停在路上挡住男子路线 原来男子是诈骗集团收水手 新竹警方多日调查跟监后 终于有所获 搜索男子包包 没想到竟然当场查获 混合式毒品咖啡包52包 安非他命5包等各类毒品 还发现嫌犯涉及假投资诈欺案 犯罪所得的16万3000元 带你来听听警方怎么说 居无定所 行踪不定 杨洁同时也是诈骑集团的收水手 平日在新竹宣誓地区等待指示后 负责收取诈骑车手提领的犯罪所得 但诈骗集团收水手外还贩卖毒品 下场就是被警方逮捕 接下来得要好好面对司法审判